大家好 我是時光寶俠的Able 星期一周標示 我們講一個品牌篇主題是寶齊萊 提起珠寶碗錶 如果你是歐洲的皇室貴族 你一定會想起Carl F. Bukhara 但對普通人來說 如果我們認識寶齊萊 很可能因為我們去過瑞士的劉森旅行 因為劉森的市中心有一個Bukhara的旗艦店 幾乎所有的旅客都會去那裡打卡 裡面有齊瑞士所有的頂級名標 包括了勞力士 寶齊萊的母公司寶齊萊 可能是全世界最多勞力士標款選擇的零售店 原因是寶齊萊在1924年時 已經開始跟勞力士合作 Bukhara公司是Mr. Carl Frederick Bukhara 在1888年的時候在瑞士成立 到今天已經是家族的第三代 今天Bukhara已經遠不止是中標或珠寶的零售商 因為它已經是擁有自己的碗錶品牌 可以製作自己的碗錶 而且它是極少數的碗錶品牌 仍然是由成立的家族去擁有和管理 寶齊萊除了可以製作碗錶之外 它們亦都可以製作機芯 它們製作機芯的技術非常之高 其中有些技術仍是拿到專利 它們的Ferifural Rotor 環形擺陀 擺陀可以令到機芯更加纖薄 而且不會遮擋我們觀賞機芯的結構 不過令到寶齊萊真正文明於世 很可能是他們為女士設計的精彩的珠寶碗錶 原來早在上世紀初的時候 寶齊萊是其中一個最早開始製作碗錶的品牌 碗錶當時大部份都是做給女士 在1919年的時候 寶齊萊已經是第一次推出一個女士碗錶系列 以當時很流行的Art Deco風格去設計 現在想看看寶齊萊的Vintage碗錶 看看它們有多出色 第一款我們要看的碗錶是1920年 14K黃金長方形的女裝碗錶 這款碗錶是以Art Deco風格去設計 我們可以看到碗錶上面的雕刻非常精細 充滿了藝術風格 另外一款碗錶是1960年寶齊萊柏金鑽石女裝碗錶 它雙有181粒鑽石 當中包含了方鑽、圓鑽、鯉型鑽石 共重是22.6的卡拉 當時的身價已經去到5萬5千歲 足夠可以買一個城堡 是名副其實的價值連成 去到2004年的時候 寶齊萊製作了一隻叫 雅麗加泰國皇后的碗錶 這碗錶是為了送給泰國皇后而製作 全世界只有一隻 這碗錶亦是令到寶齊萊世界能明 去到2016年 寶齊萊邀請了中國的李冰冰女士 成為他們的全球形象代言人 李冰冰是個出色的演員 他在很多中國和荷里活的大片裏 都擔任了一些很重要的角色 也拿了很多演藝的大獎 2009年的時候 李冰冰創立了一個叫 Love的非營尼公益組織 這個組織是為了推動關愛生命 和環境保護兩個大主題而設 希望人們可以奉行有責任的生活方式 今年李冰冰和寶齊萊一起合作 是設計了一款馬利龍 自動日力Love的碗錶系列 這個系列的碗錶總共有9款 錶殼的尺寸是35.5毫米 非常適合女士配帶大小適中 它的材質選擇有三種不同的配搭 可以是全鋼 可以是18K玫瑰金加鋼 又或者是18K玫瑰金配鱷魚皮錶帶 我自己認為這錶最大的特色 是它的錶盤的設計 它錶盤的顏色配搭是非常前衛的 可以有鮮紅色配金沙 或者是Turkois的藍綠色 又或者是白色珍珠背帽 我自己認為Turkois的藍綠色 配這個不鏽鋼的錶殼 是非常時尚和和諧的 如果加上一條銅色的錶帶 就更加出色了 碗錶的另一個設計特色 就是在6時的小廟盤 我們可以看到有很多樹葉 原來這些樹葉是李冰冰的 love 公益組織的一個標誌 代表愛和關懷 8時的時錶也是一塊樹葉 和小廟盤的樹葉搖相呼應 這個碗錶還可以選擇雙鑽的款式 雙鑽的款式有62顆尾鑽 這個錶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它的錶殼是用了兩種不同的打磨技術 包括了拋光和拉絲 非常精緻 碗錶是搭載保齊來的自動機芯 動力儲備是42個小時 底蓋是用藍寶石水晶玻璃的材質透明 我們可以看到機芯的運作 這一系列的碗錶性價比相對比較高 有興趣的朋友不妨多加留意 今個星期周標時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 坐起來 鑫 你 你 Hund 我 你 你 那